这应该怎么念 这是韩语拼音吗 大家好 我从镇江带父母 还福建自驾游的北京齐哥 我是二掌柜 今天我们来到了 张州市东山县的 风冻石景区 但是我们现在停好车之后 我们先不进景区 先跟附近先吃点东西 齐哥说要开个盲盒 我也不知道他要带我们吃什么 那你们吃个盲子 据说是老的 这边啊 对,咱厂上去 前面那部分都是开发的大的商业区 然后齐哥现在带我们走到这后面 没有开发的这些 老巷子 老房子的区域了 我们拿导航找那边 在这巷子里头 卖豆腐 卖豆腐卖肉 这是一个老的宅子 清代民居 陈甲 清末的 里面有一个佛堂 这应该怎么念 这是韩语拼音吗 对啊 这怎么看 标注了 我还是不回念 一声二声 这怎么还有七声啊 好像这个房子也是老的 那是康熙张公 看 这卖的什么 这个卖的是那个 你那天在泉州西街买的那个麻花 这个古街巷不是我特意安排的 是找吃饭的地儿碰上它 我感觉这边应该也是平常游客比较多的地儿 这个是中山县的 什么古城吧 红陵镇 古镇 这是什么 华表景 这是一个景下面 这个跟那个镇江那个武跑泉 那个意思差不多 也是救了一头有狮 然后这个狮子带着这些村民跑开这个地方 然后就有这个水涌出 这是专门弄浮浅的 深浅浮浅的店 这边要忘记 肯定游客不少 咱这乱走走的人 就这个古镇来了 我说这席哥找不见了呢 他跑着看人家办手礼了 文创旅游戏店品 观光的造型 这边肯定是跟观光有一些渊源 等待我们去了解 这房子 这房子这样还能住人吗 这应该是V房吧 你看这个墙都已经凹成这样 里面已经塌掉了 房顶已经没有了 就剩这山墙 这里面那个都不是完整的砖 新代许氏大厕 建于明大 同山营管底 晚清 由许之子改建 至今大厕保存着 参天地匾额和太湖十损 天井中一套独特的七星拱月排水系统 历经数百年的台风暴雨依然无损 那这应该是 刚才从那窗户看的都已经塌了房顶了 这边是有台风的哈 哇 哇 这个 这个是小门 这是那五香卷吧 我们走的是正门去哪 那我觉得到这些 这些地方我就不知道点了 这些菜都是没看过 没见过的菜 主要还是海鲜为主 那招牌 灯罩 小馆白酌 这都什么东西 那还有椒盐带鱼 提个点吗 我是不行 还有盘游客为主 十锦鱼园 这家主打鱼园的 不现在叫丸子吗 我都不敢 它这个叫 本身就是肉丸点 所以它这边可能也是 也能叫丸子 我是跟江苏我都不敢随便叫丸子 大家都要纠正我叫鱼园 这个叫招牌十锦蓝子汤 这个叫虾仁五香肉卷 虾仁五香肉卷 这刚才进门的时候 看人家在那炸的 有好多呢 这边都是用这个小塑料碗 我觉得这个店里也基本上都是游客在吃 虽然是游客在吃吧 但好歹起码 对游客来说还能吃着点正经东西 自从泉州这边过来以后 就好多这种什么五香卷 什么这卷辣卷什么 海鲜炒饭 一个炒盆 这盘子挺多的 这个跟那个海鲜炒饭要的都是大的 那个紫菜炒饭 这里面我看有牡蛎了 紫菜炒饭在厦门什么的就挺多见了 五香卷也是厦门也见的比较多 这是什么咸蛋黄酥 这丸子还挺好吃的 没有什么鱼腥味鱼丸子 特别就是有弹性的那种 还有点嚼劲 这米的口感我 觉得可能咱们北方人可能认为有点吃不惯 怎么了 我还没尝呢 他这米是那个长粒米 吃完个这间肉丸店 咱们再带大家到古城里在这 这边游客打卡的还是真的多呀 这是老房子 里面都是没有房顶的 看来它里面还有空桌 所以就不用桌 但是这可以修复啊 为什么不修复一下呢 那榕树都把这个房子里面都已经铺满了可能 那里面肯定没人住了 这房顶都已经没有了 走着走着一个小小小神龛 嗯 猪是家庙 哇 这排啥 那真是 这可了不得 看人家打理的多好 西高市 有理事会负责打理 这还专门给这个猪性的人员上大学还有奖金 哦 这还是他们那个猪石家庙的 这个 县级文物保护他们 对 这些房子也都挺排场的 哦 这个里面也是吧 乾隆三世卫猪廷美 猪石超猪石级古居群 由玉前世卫府 大夫帝 谢元府 家庙 中堂 护廊 错 等七座民居组成的古城内最大的古民居群 集聚江南庭院建筑艺术美 那为什么是江南庭院艺术美啊 这里面是有人住的 咱们就不进去了 这又是一个小庙 你知道这栋建筑是干嘛 这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看了 这栋建筑是东山岛的第一家中国人民银行 还保留着民国的建筑风格 对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看了 我说这个还有这种罗马柱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因为哪有牌子你念来着 错了 刚才导游讲了 这我听见了 你们俩进去转着吧 那个堂堂不让进去 那我们俩也不想进了 这什么地方 这是东山 这就是东山风冻石景区 这也是这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但是他要是进不去的话 我们俩不进去 你们进去转着你吧 反正你们俩也不用买票 我们俩待会不行去那边找个咖啡馆坐会 你们吧 我们海边晒晒晒晒 好好逛 那去里边过一下二人时光 你们俩七景区过一下二人时光 拜拜 看好脚底下 那大石头也不好爬别上啊 哎呦都笑死了 我爸妈刚才问这是什么地儿啊 都不知道给拉哪儿了 到这居门口问这是什么地儿 主要是到了景气门口了 这还问我们要去哪儿过 他俩平常不操心 咱俩安排好了 跟着咱俩就遛就完了 吃什么遛哪儿都不操心 这我们俩就不进去了 他俩也不知道不去哪儿逛了 也不知道这是哪儿 咱俩小飞机飞一下吧 飞机看看 上景气转一圈 我们俩就不进去了 要不我们小唐他一人寄存 可是吓死了他 他给他放到一个寄存宠物的笼子里 就是啊 给他吓死了 别的狗可能没人 这我们小唐他胆太小了 肯定不行